其实很多的分析师还蛮怕川普当选的 因为之前就有被整到的经验 觉得川普就是川普头顾 就像最近如果他有讲到跟比特币相关的比特币就大涨 讲到跟他有任何相关的 其实台股有一些联动的效应 很多人担心美国的经济有泡沫的问题 就来请教一下小明同学了 小明同学 如果川普当选你会觉得恐怖吗 不会 完全不害怕 为什么 谁当选都一样 谁当选都一样 这么自信是不是 但是现在华尔街觉得美股似乎有一个泡沫的问题 当然今年以来讲过很多次 但现在跌了 跌了就觉得有可能了 你说不要怕 为什么 你在行情大涨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没什么事情 可是今天只要行情一旦拉回 就会有人讲说是泡沫 行情开始转空 我们告诉大家 现在的行情没有转空的条件 没有转空的条件 你说会不会震荡会不会修正 你涨多一定会震荡跟修正 所以我们本来就要预期到说 大盘不可能一直涨 它一定会有拉回的时候 那我们已经知道了 大多头年 那什么叫大多头年 我们正在景气循环的角度来跟大家分析过 现在新闻出来了 史上最大泡沫 他说后面一旦开始降息 美股的市值会蒸发大半 我认为今天这些基金经理人 或者是你说这些华尔街的投资人 那他们会有这样的讲法 也是有他的逻辑 因为你从2000年 2008年还有疫情那个时候 每一次联准会做紧急降息 每一次都崩盘 每一次都是因为景气出现问题 才需要降息吗 赵华讲到关键的 每一次景气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股市下跌 它终究还是景气循环的问题 那我们这一次联准会降息 它是做什么预防性降息 所以它是避免什么 经济陷入衰退 它要避免经济陷入衰退 所以它启动了预防性降息 跟过去是已经出现了衰退 它才开始紧急降息 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境 所以我们回归 要看股市到底能不能延续多头结构 你还是要去看经济成长 那现在我们根据全球主要的地区 2024年的GDP预测 你说可能在今年第一季的时候 日本还在微微的衰退 日本还在微微的衰退 可是到了现在第三季第四季 其实全球都还是维持着一个 经济成长的路径 特别是在新兴市场 这个经济成长率都还能够维持在4%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高速的经济成长速度 所以在目前经济成长 景气循环都还在扩张期 没有崩盘的可能性 我们从过去的这20几年的历史经验来讲 从来没有一次股市陷入牛市 是因为经济衰退以外的因素 所以代表什么 你一定要经济衰退 你才会看到股市进入所谓的大崩盘 跟陷入牛市 现在大概没有大崩盘的这个味道 但是有小急跌的感觉 你有小急跌的感觉吗 现在你说台股指数是真的跌的比较多 但是资金完全没有跑掉 美股也是一样 美股虽然上礼拜在走修正 但实际上面仍然创了大概是 这几周以来的最大单周净流入的资金 所以钱还在股市里面 钱还在金融市场 那大家就不用太过于担心 而我们以评价来讲的话 当然我们给大家信心是 今年是大多头年 所以拉回你要找买点 可是事实上现在股票就是贵 估值也是贵 我们从历史的本益比来去做判断的话 上面这条虚线是正一倍的标准差 我们把这个台股过去的历史本益比 用统计的方法来画给大家看 超过这条虚线之上 可能就显得有一点贵 在这条虚线之下 就有一点便宜 现在是在一个比较贵的位置没有错 可是它距离我们的历史高点 2020年这个时候 其实还有一段空间 特别是台股在这两年 因为你AI的带动 我相信这对于整个台股的评价 它一定都能够享有更高的本益比 所以你说18.61是贵 但是它也没有到泡沫的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你说这是泡沫 我觉得没有泡沫 我觉得没有泡沫 所以后面 我们必须要告诉大家 台股还有可能会再创新高 还有可能再创新高 好果然年轻人的气势就是不一样 我们是有逻辑的 看施工叫我们要小心 听完小明同学就觉得不用小心了 短线上是真的要小心 可是我们这个要从筹码上面来 去帮大家做分析 但是从基本面来讲的话 我认为现阶段这个景气循环 只要没有陷入衰退 都是要站在偏多的角度 偏多的立场不变 没错 全球景气循环 只要还在扩张期 多头就不会结束 那当然短线上面的评价比较贵 而且在过去的三年 从2020年以来 第三季都是台股表现相对比较弱势的 那代表现在进入第三季了 股市又开始震荡 好像跟过去也比较像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还是要谨慎 不用自己吓自己 对啦 你不用自己吓自己 可是你还是就是 不要说跌了 然后我就赶快all in 我们还是要有点交易的策略 那我们来观察筹码的部分 大家最担心的是外资 怎么在今天大跌还在加空 还加空了3000口大台 没错 这个加空的口述 让现在的净位平常量来到了4万口 那一样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 可是我们也讲过了 今年大概外资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站在净空单 站在卖方的角度 那刚刚施工也提到了 其实外资今天也才卖了91亿而已 现货其实没有明显的卖超 对 没有明显的卖超了 所以今天很大的可能性 我自己的感觉 恐慌的那个味道出来了 大家人才人多杀多 这个时候呢 短线上都有可能出现反弹 可是另外要注意到的是呢 散户投资人在这里的小台 依然的持续做多 从这一次的结算之后 就强力做多 没错 我不确定赵海记不记得 我们以前有跟大家讲过 当行情在上涨的时候 那些空单绝对打死不退 他绝对不会退 他一定要等到什么 开始下跌以后 他才会转多 所以现在一样的逻辑 我们要去观察什么 你说他在这个一直跌一直跌 这个多单会补掉吗 我告诉他不会补掉 会等到什么时候 他才会翻空 什么时候等到行情开始反弹 涨了一大段 他就翻空了 所以我们在观察这些筹码上面的话 至少要知道了 现在还是有一批的散户投资朋友 是拼命的在一直在接 一直在接 一直在接 那说真的 这种逆势交易策略 在震荡盘的时候 是可以赚到钱的 可是你如果是站在顺势交易 或者是有大波段出现的时候 如果后面真的还要修正 其实现在的期货空单 还有可能会受伤 所以还是要稍微的 居高思维 谨慎一点 因为已经不到机身带的单身机 因为只要看到小台的散户空单变多 好像伴随而来就是继续跌 他们应该说是他们的多单变多 他就会变得继续跌 多单变多 多单变多 他就会继续下跌 所以现在的筹码其实还是一样 只要越跌 就会有人进去接 一直进去接 那至于什么时候要止跌 我们就讲了 我们还是站在一个中场级的角度 你的跌幅竟然不会到熊市 熊市就是跌20% 那你越靠近越往下跌 其实你的这个安全边际 就会越来越大 那选股上面的话 我们认为要挑选 平价不贵的 因为现在跌的就是贵嘛 那我们都知道要跌贵的 我们干嘛还要去买贵 买一些比较不贵的 而且呢 在接下来即将进入降息循环以后 高品质的这些公司 他们会是首选 不要再去做一些太投机的股票 要去挑那些真的有机会 在下半年营收大爆发的公司 好了 那到底盘面上面 有什么是能够去做观察的 其实今天资金很明显了 大盘产率1000多家在下跌 还有少数的公司能够上涨 他就代表资金现在喜欢 喜欢什么 面板级的封装题材又再次出现 原因是因为台积电 好像要在这块上面去做琢磨了 那题材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看到了今天相关的设备股 就带头先开始往上涨 像我们先看了 有威科 然后还有新科 这两间公司 这个在做设备的 他们原本都是在做 所谓的见度把财 那实际上他们在做 这个面板级的封装 都是一样都是概念股 那今天大盘跌这么多 能够攻上涨停板 代表这个族群有戏 所以我们一样先跟大家讲说 因为有些投资朋友会好奇说 到底面板级封装跟过去的COAS 会不会有竞争关系 我们要告诉大家 其实竞争关系不太大 因为没有说谁做的比谁好 我们看到了COAS 他其实在这块做的是什么 他做的是2.5D的集成 他是什么 基于Z轴 也就是他要把这个 做高堆叠 好吧 我们不要讲Z轴 堆叠 让他变得像堆勒高一样 那么呢 我们看到面板级封装 还有台积电之前在做的 这个是晶圆级封装 Info 他都是基于XY平面 就是把它做大 在同一个面积上面 我要怎么让效能做得更好 所以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东西 你不能拿来直接做比较 因此呢 如果COAS他这边能够好 那面板级封装 他这样子的设备 我认为在未来还是有机会 原因是什么 你做圆形的这些机台 原本在做晶圆的封装 可是你做面板 它是方形的 圆形跟方形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设备必须要去做更新 那你设备更新这件事情 我们先不管面板级封装的公司 会不会赚钱 再出面板的公司会不会赚钱 我们不知道 所以他的股价没什么动 可是你设备股 它像什么 像是挖金矿的人吗 挖不挖得到 我们不确定 可是卖产值的人一定会赚钱 所以呢 在做设备的这些公司 他们就像是在卖产值的人一样 那也是为什么他们的股价 可以表现得更强 而且带头冲出去 这也是我们后续交易的重点 所以我们也整理了一张表 面板级封装 到底有哪些设备股 其实他们蛮多都是多题材 就是不只是面板级封装而已 因为他们在做所谓的面板级的设备 其实他们就只是需要 最现有的机台去做一点改良 所以原本有在做半导体的检测设备 或者是他本来就有在做封装的设备 测试的设备 他都能够跨进去 所以大家去看哪些COAS概念 很多都会跨到面板级封装 我们希望可以挑一些还没有长的 所以我们会想要从下面看上来 这些公司都是我们帮大家挑出来 跟这一个面板级封装是有关的 那当然看到了有威科跟信科 在今天前面涨完了嘛 开始从后面落后补涨 后面有没有机会从下面再补涨上来 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那我们要关注的是 大家会在意他的营收到底有没有起色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像是精彩科跟志胜 在今年的营收年增率表现都是相当不错 那你说冬姐可能今年的营收年增率 没有这么的好 为什么可以涨这么多 是因为他的成长率其实相当的高 好用累计的来看 对对对我们再观察这些最新的来看 那我们再去做观察这些公司的时候 基本面他就是一个帮忙做 所谓点火的催化剂 所以我们观察到公司的本质只要不要太差 那营收又能够大幅成长 刚开始起步 这类型的公司就会有爆发力 好 所以我们可以去看看 那今年还有哪些公司 他的营收的这个累计年增率 其实是不错 而且涨幅没有太大的 这类型的公司就是我们下一棒要去做关注的 那其中一间 当然3580的游威科今天工上掌停板 那蛮值得拿出来讲的 原因是因为呢 他真的就是已经有出了所谓面板型散出封装的这个设备 而且已经在欧系的这个车厂 还有跟群创的这个供应链都已经成功打入了 所以他是真的有出这个设备的 他今天还算是创新高 对他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那因为呢前面他在做的是COAS制程积极的扩产 现在呢面板型的散出型封装客户也在持续下单 所以他前面已经有营收贡献了 后面这个营收能够再堆叠上去的话 那下半年成长当然会比较大 而目前呢这个半导体产业贡献营收都已经超过七成 这个比例只会越来越高 以形态上来讲的话 这个就是很标准的多头结构 今天创了一个高 那掌停板 行情又比较震荡 不要硬追 你要等他真的如果上去以后 那如果他有拉回到五日均线去做测试 那个位置上面或许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 那当然啦技术我们可以看到 以KD来讲的话也才刚刚黄金交叉 量能放出来 说真的这类型的股票在现在是难能可贵 那所以呢我们在操作上面 一样避免追高 但是强势股只要有拉回 都是大家要去做留意的 再来第二间公司的话呢比较有趣 我们要跟大家讲的主要是3167的大量 为什么要讲这间公司 是因为我们观察到 他的今年的营收累计年增率高达73% 六月的营收年增率高达108.52% 所以他这个基本面的表现是不错的 那另外呢 为什么要讲大量 我们先看他的董监事 其中有一个 这个字比较小一点 来董事是谁 陈安顺 是陈安顺是谁 他是群役的董事长 这两家有一点算是关系人 他们很麻吉 还有跟谁很麻吉 他跟智胜也很麻吉 这三间的董事长都曾经互为他们公司 的董事 好团体战就对了 对对对 那因为群役也是在做PCB设备的 而群役呢 从今年的这个三月的低点 165块 涨到今年的高点346 所以这一段涨上来足足翻倍 那大户的筹码也在增加 那同样的 他是大量的董事 那大量跟群役 其实在做的PCB设备 是差不多的 可是群役吃国外的单 大量主要吃国内的设备场 那在大量的话 大家也不要觉得 好像股价最近很弱 有跌的股票 我们才会喜欢 才能买便宜啊 那他在做的其实就是这一个 ALI自动光学检测设备 跟CMP化学研磨 因为现在先进制程 你的研磨的这个程序 会越做越多 那在大量 我记得他在2020年 跟2021年的时候 EPS可以高达五块钱以上 所以你在今年 虽然看起来数字 没有这么的好 可是因为你的营收 已经过了最低的那个基期 大爆发以后 他如果不要说今年赚五块 我们说明年 如果能够赚五块钱 以现在股价六十几块钱来讲的话 都还是算是相对便宜的 低本益比 对低本益比 评价比较低的 那一样 虽然今天收了一根黑K 技术形态看起来也没有这么好 可是我们反而会去关注 这些位阶比较低的公司 再来第二个族群 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IP 因为好久没有讲 但IP基本上高价股比较多 对不对 这一波如果修正的话 高价股你要他 受伤有点难 因为高价股 当然他相对应的 他的股本会比较小 那代表说他的筹码会比较少 而且他们的本益比 本益比又高 所以为什么今年 其实我们也帮大家整理完了 在今年我们直接先看 这个今年以来的跌幅 涨跌幅 真正今年有涨的只有M31 其他的细字材都是在下跌的 那我们今年台股走了一个大多头 结果这些股票在下跌 代表他们的位阶是相对偏低 所以我们的观点是什么 这波最早修正的 那现在的筹码也当然比较干净 就有机会能够在后面台股要开始反弹 他们跌无可跌 他们就有机会带动反弹 而事实上细字材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AI高速运算的这些应用扩大以后 特别是在先进制程 所以这些我特别会关注的 应该是在ASIC这一块 ASIC这一块 能够做的像是创意台积电的 然后世新KY 接AWS的单 跟致源连电旗下的 那这三间因为他们能够做ASIC 那代表说他们能够吃到这些先进制程 或者是有些特殊的开案 他们会最有机会 那目前法人对于M31做高速传输的IP的 我目前看起来共识也算蛮强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从IP里面去挑的话 我可能会先看ASIC跟高速传输的这几间 那其他的不是不好 可是他会有节奏跟先后顺序 所以大家在操作 因为他的股价比较高 那你当然可以用零股去做交易 可是因为他的波动也比较大 大家要记得守好停利跟停损 那在这些里面 我认为在他的IP股价最低的 应该就是3035的资源 那他在七月三十号即将要召开法说会 我们认为这个看法应该会上修 因为上半年讲的没有很好 那现在我们观察到了MCU的投片量 已经增加了30% 而且他在第四季会开始出 65奈米的这个interposer interposer就是我们在做COAS的时候 会打一个中介层 那个细穿孔 就是在做这个东西 那COAS呢 其实台积电现在产能不足 所以如果今天产能不足 他想要去找另一间厂商的话 资源呢 他就是台积电以外的选择之一 那他一样是在一个在季线之上 他已经是转为一个多头的股票了 所以不要觉得好像他只要下跌 股价就已经没救了 反而是这种黑K 重新来去测试季线 能够有守稳的话呢 这个位置反而是一个可以留意的买点 特别是呢 我们要观察的是投信在这一波 一路买上来 到最近几天下跌 他都没有砍出去 外资的筹码也慢慢的站在买方 这个是难能可贵的 因此我们观察到了投信跟外资都在场内 而技术形态上面也支持我们 站在一个偏多的角度 基本面也有利多 后面就是期待 看看7月30号的法朔会 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好 等于就你的立场来说 你觉得今年台股大多头的态势是不变的 对 绝对不变 好 现在短期的修正法来来检视 对不对 有哪一些在下半年 其实业绩会有效提升 而且题材面上面 法人很关注的 也许就是现在盘面上 大家可以留意的对象 没错 好 非常谢谢小米同学 谢谢